接下来是一个危险的行径 25号下午5点多一辆休旅车 行进台东市的大同路 正在等红灯的时候 后座乘客突然开车门要下车 造成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冲撞车门重摔在地 虽然附近民众对这样子的交通乱象见怪不怪了 不过警方表示 这个举动已经违反了交通处罚条例 最高可以处3600元的罚还 透过行车记录器画面可以看到 路口一台银色机车右转出来 往前骑不到几秒钟时间 前方正在停等号聚灯的红色休旅车 右后座车门突然开启 女骑士来不及反应撞击车门后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造势的乘客赶紧下车查看 索性骑士无大碍 但违规已成事实 任意开启车门下车导致 机车发生交通事故 是违反倒交处罚条例56条之一项 那可以处1200到3600的罚还 收旅车在路中突如其来的开门动作 酿成意外 被后方车辆行车记录器全都录 而事发当时是25号下午5点多 地点就在台东市区大同路上 不过诸如此类的交通乱象 对附近居民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很危险啊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要开车门后 会往后看有没有摩托车 因为摩托车有时候车速也蛮快的 零停嘛 然后就影响摩托车的用路人 大同路上往来车辆多 时常有民众贪图方便 在路边并排停车或是缓线临停 造成道路拥挤 影响行车用轮安全 警方呼吁汽车驾驶或乘客 下车时最好分两段式开门 并注意后方是否有来车 以免伤人又伤荷包 谢谢夏家会台东市报道 下车时最好